怎么样建立一个直网站 特别注意 也是一样在这个目录底下 这个目录 特别注意是叫什么 HTDOC 这个特别注意 HTDOC 这个 然后呢 把它打开来 你们等一下可以建什么 TES 假设我今天在这边建一个TES 里面放了一个 随便你就放个档案好了 或者你按右键 新增一个 一个什么 新增一个文件好了 名称叫Index 那我怎么知道说 我这个东西 在别人的电脑里面 也可以看到 特别注意 很简单一个方法 第一个 按这个Apache 这后面这个Admin 这个点击 然后连到这里 你会发现呢 这个这边有个网址 那我可以把这个网址改成什么 TES就可以了 把原来这个目录 XAMPP改成TES 因为我刚刚有建了一个 纸目录 叫做TES 所以呢 在Localhost里面呢 会有个TES Enter一下 你会发现哦 我刚刚建的这个档案就看到了 点击 有没有 一个TES 看到了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 第二个是说 如果我今天 假如我放了一些东西 要让别人去从外面去下载的话 其实也非常简单 就是说 在这里面呢 假如说我刚刚下载的东西 我想要搬到这边给你们下载 不只是从 网路上 从那个我的云端硬碟 假设我今天要自己建一个云端硬碟好了 那我也可以怎么样 把刚刚的这些相关的东西好了 比如说我从 这边 假设我刚刚下载的这些东西 一样可以怎么样 搬到 搬到哪里呢 搬到这里面来好了 假设这几个 这几个东西 如果你们也要下载到 是从我这一台电脑下载到的话 其实我想要把它搬到这个TES目录里面 然后做什么事情呢 接下来 一样嘛 就是连到我刚刚的那个 那个那个位置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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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位置 然后把它重整一下 这边把它按F5 或者重新整理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档案就上来了 那外面的人呢 就可以从你的 分享出来的资料 也可以从这边 其实实际上这个方法 也可以拿来当档案制服器用 非常好用 那你只要外面 告诉外面的人说 我的 我的位置是多少 比如说我可以从这个地方 打一个IPConfig IPConfig 然后呢 我告诉他说 12 这边好像可以标记吧 可以直接这样标记一下 这个位置 你们等一下也可以打这个位置 10.121.3.207 然后呢 我只要告诉他 他就直接把它打在这里 Localhose的改成什么 10.多少 是吗 121.121.121.3.207 对你们等一下也可以连我这一台 也是这样如果你要下载我的东西 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自己下载自己的 也可以自己去测试自己的 10.121 这边121.121.3.207 那当然每一台电脑的IP位置都不一样 所以连接 你会发现 其实它连接性呢 也是这个画面 只是说外面 只是说外面的人 你要告诉他 你不能告诉他说 你连接到Localhose Localhose 就是他自己啊 永远都连不到 你要告诉他是 你这一台电脑唯一的IP哦 那你的唯一的IP 就是从IPconfig去查到这个 那当然哦 如果你没有跟中华电信申请一个固啊 也没关系 它会给你一个浮动IP 可是浮动IP有个缺点 就是你每一次连上去都会变 每次连上去都会变 所以哦 如果你没有固啊 没关系 你就是先查一下 告诉对方 他知道了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就连进来了 那等到呢 你下一次再连 那就再告诉他一个新的 如果你要固定价站的话 很简单 你就是跟中华电信申请一个固啊 就可以了 而且这个是免费的哦 其实大部分都不知道 很可惜耶 因为你缴那么多钱 你如果要拿自己家里电脑 反正24亚都开着嘛 尤其现在电脑说真的 都很省电 我最近买一个小电脑 耗电量不到一个电灯泡的 这个这个电力耶 那我就把24亚开着 拿来架站 就很方便的 其实应用还非常的普遍 当然 今天所讲的 不只是只有能够架档案伺服器 架静态网站 最重要是动态的 还有资料库 不过因为时间关系 今天可能就是大概先跟各位开个头啦 那请各位玩玩看这部分 尽量把它玩熟 OK啦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最重要就是因为这个是最最最关键的 如果说你今天的部分没有把它弄起来的话 那我们后面的课程也玩不下去了 因为没有制服器 后面的都玩不下去了 所以特别注意一定要把这个部分 先把它弄起来 那今天 给大家看 给大家看